医院急诊室是意外急救的第一线 不管是车祸受伤、酒醉闹事 第一时间都是送来这里 有个蔡小姐 她舍弃的本来在月子中心的安逸工作环境 她决心到高难度的急诊室挑战 虽然随时要面对的是意外状况 不过她还是只要投身急诊室的工作 今天大夜人生 来看看她的故事 躺在病床上 紧急被退入急诊室 医生护士赶紧就位 除了要退入房间动手术 负责联络家属 还要安抚病人情绪 有时候遇上酒醉闹事 更有可能让这些 站在第一线的急诊室 医护人员身处危险 他们就是喝完酒 有时候意思比较不太清楚 然后送来的时候 就是也会躁动 我常常就是 他们打人其实还蛮危险的 所以我们还蛮怕 所以我们都会旁边 就是跟着那个消防员 除了要自保 有时候街友送进来 不拘小杰在急诊室 直接大小便 医护人员信心教导 耐心清理 大小状况不断 虽然知道急诊室的重要 和高难度 蔡小姐还是执意 选择进来 我毕业完了之后 就是去月子中心 就觉得 去月子中心 学不到我想要的东西 然后就想说 那我再来急诊 看可不可以学到更多东西 我还会继续待下去 不想待在原本工作单位 自愿到急诊室 挑战高难度 是蔡小姐对自己的期许 不会去急诊工作 接连不断的状况 对自己工作充满使命感 和荣誉感 主持人新闻 吕龙升新北市报导